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现在是2021年4月21日 下午2点15分 正是星期三 站在花墟 现在是花墟道 有一间圆艺街的店 最大四月位是住宅器 成交了2千万万 全城里谷了 总之成交了2千万万 带你先看看店铺 好 看着就是圆艺街2号的太子花店 读些基本资料你先听 圆艺街2号的地下 A和B 不是一间店铺 总之就是Portion A和B 这个店铺看着门阔的时候 大概是11、12尺左右 建筑面积大概是400尺 看看里面有一条小巷 在旁边那里 但是这条小巷就没人走的了 这一间店铺 前面也可以停车 都叫做花墟的中心位置 在这里是400尺左右 原本业主就叫价 大概是3000万左右 成交了大约2千5百万 最新成交了 真的 四方法名都跟我说是见的了 回报大概3.55厘 租金7万4千元 去到2021年的5月31日 一般来说花墟 不可以的 花墟大家知道 因为疫情来说 每个人都留在家会多了 所以花墟生意是旺了 花墟的店铺没有跌过 不断上去的 但是当然 如果之后全香港人都离开了 去旅行的话 那花墟会不会这么多人来买东西 我就Question Mark 或者全世界的游客来香港 来香港什么都买 但是他们不是买新鲜花的 所以到时疫情之后 我觉得花墟生意就会弱了一点 Anyway 主要我想说的最大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住宅契 原本业主是2005年 就用300万去买 卖入A铺 2001年就用58万去买B铺 合共的总成本就是358万 我走开去说 花墟你看到很旺 我不是说这间铺 不过我想说 买铺的时候 你留意那间铺 你不要纯粹看这个租金的回报 应该先整个大铺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住宅契 一个住宅契 道理上是要住人的 工厦道理上就是工业用途 当然 你问我 我买一个工厦回来的时候 可以开餐厅吗 可以开老人院吗 可以 可以香港杀人放火也可以 你会否被人捉到 不是可以 你会不会被人捉到 作为一个住宅 不是我说 你就去看香港大学的法律 是的 这个是咨询网 就看回住宅用途的时候 你有很多责任 你分钟你要揹上去 有几个用途 一 你可能是违反政府的租契 因为香港所谓的土地 都属于政府 违反土地租契的时候 政府分钟可能说 有很多责任的责任 极端一些 它会收回你的店 那未必有这么extreme 但如果大家收了你的店 就没有了2500万 第二 你可能是违反大厦公契 建立成堂大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立案法团 那会不会有公契 Mutual Covenant 但是如果违反大厦公契的时候 那么一分钟你被人报的时候 你就要对大厦其他业主去负责任 第三者的责任 始终第三者责任的时候 保险也好 这个部网上住宅 不应该有人进去的 那有人扇低了 或者扑倒了 去告你 那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呢 又或者第三者会不会去告你 喂 明明这是住宅来的 我走进来的时候 你又不懂得我用途的时候 变到我受伤 或者大家例如是刑事责任 什么贩毒 卖淫这些东西 这家花店应该不会在贩毒卖淫的 我不知道是变花是变花是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买一个住宅契 作为一个商业用途 你只要留意是有一个风险 所以回报是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回报要低的话 就不吸引 当然了 如果业主已经向政府 申请了改变土地用途的时候 交一个容忍费的时候 什么例外呢 好像工厦的时候 有时都开了食堂一样 都要交容忍费 开一间银行都可能会交容忍费 这间有没有 我不敢肯定 但是总之住宅呢 道理上就是住人 那样 现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未必跟足例 好像我后面这里的时候 花去到那些花都放出来 我个个都违反规矩 道理上我应该放出来两三尺左右 全部放出来马路店都离了 香港做生意是这样的 我自己看这间花店 一听到住宅 我觉得零住民即可走了 还价也免得玩了 因为买铺 如果是铺 现在的离印费是4.25% 2000万以上 但如果买住宅的话 年费那裏或者 desk ×s EU 恐懊自己的富一位 bisa独孔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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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activities 花去無便宜 二千五百萬 四分半位 五分市值 十分超便宜 我也有四分半位 希望賣家知道背後買住宅契的風險 或者要給離人費額 他不知道沒辦法 但是知道的話 他就計算那條數 花去無 花去無甚麼貨買 你進來花去是甚麼貨色 這樣價錢沒有 好了 恭喜賣家 OK的 拿一下報循序收了 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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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升值不是很穩定 但說不定日後重見 日後重見 就賺錢了 他望望這裏 會否貼在旁邊 我會問問 但可能會 各位賣家 恭喜業主能夠討演到 是誰有多一點 加油 那下子還是問題 請問我 有四分好嗎 有四分好嗎 我知道有四分好嗎 是四分好嗎 也會不會 gefrag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